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8日周五 市场今天全天低开震荡,最终收出了一颗十字心 无论是上证还是创业版都是一样 那光从日线看,本轮反弹见顶之后 本周开启了一轮下跌 走到今天,从日线上看很明显 还是一个下跌中继,并没有构筑出一个底部 能够支撑向上连续开启反弹 但从小级别来看,我们看一下15分钟 高点以来,如果简单的做一个浪行的话 目前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 那么接下来,下周初排除有消息的影响高开 这种还有一个再下跌 走完这个完整的五浪 如果能够基本上在前面3089跳空缺口这里 也会有一定的支撑,开启向上的一轮反弹 但是就整个盘面而言 目前这里要直接走出一个强反 目前也做不到 因此整体还是对于这根大阴线走出来之后的一个反复的震荡过程 后续其实个人认为最好去创一个新地 那么到时候日线底部结构形成 相对来说,这样一个底部就要牢靠得多 也就是3418以来的一个终点 所以就目前的指数而言 下周依然还是不要太过于激进 特别是对于先看周一再往下的一个速度 是否能够终结本轮周一开始的一个下跌 然后开启弱反弹 那关于消息面上 今天还是有路透社关于平准基金10万亿这样一个消息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包括像上一次印花税率先透露出来的也是路透社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周末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消息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在这样一个快速下来之后 消息 如果出现这样一个高开 你开在这根阴线之内 它没有构筑一个扎实的底部 依然大概率还是一个高开地图往下走 甚至高开往下之后 力度会变得更大一些 即使也并非什么好事 这样一个底部 最好还是由市场自己走出来为好 另外的 关于盘面上 今天 券商是做了一个止跌起稳 特别是早盘探底之后 一路向上震荡的拉伸 当然这里还是没有走出一个带力度的上升 所以可以发现依然还是受这样一个趋势的下降压制 那么因此 只要在没有构筑底部的情况下 只要往上突破 那么之后会有一个回踩 所以对于券商 下周也是一样的情况 如果先涨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对线 然后跌下来把它买回 如果先往下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动达性指数而言 下方 这根大阳线的底部 再往下跌 已经基本上到位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震荡 做一个震荡 往上突破 它的反弹就会 持续的 长一些 而不会拉起来之后 直接去回踩 所以就目前的大盘而言 我们昨天也说了 券商是相对于目前大盘 如果再继续往下走 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向 所以对持有这一块的 目前依旧是做一个耐心的等待 特别是如果下周初 还有一个下探的话 基本上反弹很快就会到来 从周线上也不能看出 在一根长阴之后 本周做了一个抵抗 那么无论怎么样 之后都会迎来一个反弹 而不斥在没有反弹的情况下 再接触一根往下走的这个走势 走不出 这是券商 从个股来看 今天像前几天反弹的太平洋 太平洋在底部已经横盘震荡了五天 那么横盘震荡 一旦是出现震荡中往下踩 它只要比这里的速度慢 那很明显 5.28以来整个下跌就会终结 之后就是对于这一段下跌的一个反弹 时间不会很短 空间也有 包括像首创证券率先开启反弹的 第一道高已经十几个点长好了 今天是做了一个震荡的十字星 从小级别来看 也并非是一个构筑了直接头部的一个迹象 而是震荡之后大概率还有一次上升 所以对于欠商 目前相对于大牌 反而是比较安全的一块 当然 目前市场上最强的方向 毫无疑问 华为 今天 华为在结佣技术早盘集合竞价 一开始9点15分跌停板 然后一路弱短墙 开盘直接高开 高开震荡之后再次拉出涨停 直接也是带动了板块的一个强修复 昨天跌幅比较大 在前天摆兵特别是光刻机 我们看一下 前天一个人7% 昨天跌3点几 今天是早盘做了一个强修复 但随后还是一路的震荡走低 那对于这一块 接下来 个人已经认为大概率将会成为一个主线 华为 那么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就是 下周最好在这样一个突破的颈线上震荡 而上方 有一个高点连线的压制 这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在这里构筑一个宽幅的震荡 然后做一个相提站稳之后 再向上突破 那么这一块将会走得非常的强势 也是我们后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那么 同样的 在今天虽然是一个强势的修复 但是 没有构筑一个扎实的底部情况之下 你除非下周能够完成一个加速 但这样的随时上升 不牢靠 一旦往下跌 非常的猛 原因 没有构筑一个扎实的底部 所以这里 在经历了一个7%的阳线之后 是需要做一个震荡 震荡 所以下周 这一块依然是关注 但不要追涨 而是在下跌的途中 可以去做低息 至于它是一个横盘的调整 还是略向下的一个回踩 那么都行 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 这一段时间 需要构筑出 搭建出一个上涨终极平台 而非直接再次进一步的拉手 板块中最强的 刚才说了 接荣 另外一个就是华丽通创 这一点也相当的好 在之前 大家也都知道 100%这个规则 其实在周四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是 事实上 基本上这一方面 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没有不像之前 有监管 有发展性 这些 通通没有 那么对于 短线来 情绪来说 肯定也是一个利好 那么华丽通创 创通 同样的 这条趋势压制 既然完成突破 那么之后 关注 是否能够在回踩中 做一个启吻 启吻之后 那么还有一个再上 也不要再轻易去追赏 突破之后 都会有回踩 华为 并且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这两天 本周其实一直也都在说 它的一个概念的分支 相当的多 类似于上半年的AI AI也是包含了 非常多的一个概念分支 那么华为这一块 在周末的时候 会做一个具体的 复盘的视频 包括整理一下 各个分支 概念 它的一些核心个股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古北打板歌 在里面会做一个详细的 分析 关注就可以去看 那么反正 总而言之 在大盘 现在 还在一个 整体的构筑 底部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要 因为今天 仅仅又是一个 回到了 七千亿不到的一个 成交量的水平 也觉得大盘 肯定又要一路下去了 当然 当然这里 还没有到 直接能够推升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阶段 短线 我们谨慎一点 而对于中线 继续保持一个乐观 这里就是 R885到3418之后的 一个整体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 也就是我们的市场底 寻出来之后 就会开极了 今年 下半年最好的行情 目前 在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 包括 其实像创业版 其实 更加的明显 从春节后 直接高开 到现在 基本上 又到了新低的附近 下周 基本 创出一个新低 悬念不大 那么整体的调整 已经持续了 七个多月 如果再往前推 R1年的高点下来之后 快速的下降 然后做一个震荡 它整体的下跌的时间 已经相当的长了 那即便对于 七个月的一个反弹 时间也不会很短 无非就是抓到 最后一个底部 作为中线来说 这一块 如果你是中线支部的 持有即可 也不要随意的 再去做割肉了 往下踩之后 都会回来 甚至会更多 那以上都是 个人复盘心得 不做操作建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